晚间新闻一开始要告诉您这是 为了应对百物上涨的情况 首相拿多斯里伊斯麦莎比里 下个星期将主持跨部门的国家生活开销理事会 探讨短期和长期的解决方案 没错 百物腾飞加上无理起价的乱象 贸销部已经派出2200名执法大军密切监督物价以外 首相警告将严厉对付坐地起价的双家 在ï斯麦莎比利傍晚推介大马一家人销售事机后透露 他将在下个星期 作证生活开销理事会的会议 到时贸销部 农业部 交通部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等相关部门都会参与其中 首相采成货物运输是物价上涨的原因之一 他昨天得知近来冰块价格也跟着走高 理由是轮胎起价 但是轮胎是每半年才更换一次 因此在他看来水电费都没有调涨之下 冰块起价根本不合理 由于运输是成本的一环 他会要求交通部介入 解决问题